大家好 這一次的那個video的quality是不是好了很多 因為上一次我有很多的fans就跟我講 哇那個就是因為那個光線的問題 就是那個quality是很恐怖很恐怖 所以這一次呢我就特意很早很早就起來 在這個自然光的的環境下去做這個幸運 那好吧 OK 那巨蟹座的朋友無論你是上升還是太陽星座 比如說我自己就是上升的巨蟹座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滿月就是雙子座的滿月 直到下一次的那個星月之前 那其實就是說呢農曆的那個時期 直到那個農曆的十一月尾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東西要注意呢? 其實那個message是很簡單很簡單 就是呢因為這一次的滿月 其實是一個日月堆分嘛對吧 那它發生在我們的六貢還有十二貢 十二貢 那所以呢從性向上來看 那再加上我看見那個塔羅呢 其實就是講我們大家很容易會 就是因為工作的影響 那搞得我們自己好累好累 會累誇了我們 會影響我們自己的身體健康 那就是那麼簡單 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工作的太辛苦就可以了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很好 就是一些很好的日子 可以給你們自己給我們自己去放鬆 去多點的休息去睡覺啊 去做一些靈修啊去冥想啊 這些也是可以的 那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那我現在講西里咯 就是December12月 西里的那個 December20號 二十號 直到二十五號 啊 二十五號 OK? 二十五號 就是其實是聖誕節 那我們就應該在這一點 在這一段的時期去多點的休息 不要工作太多 那我們的身體健康就會變得好好的咯 那在這裡先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不要太過辛苦了